《青春的定義》 hiho 大家好 我是志祺 如果要問我說青春的定義是什麼 我會想說青春應該就是你還願意去改變 然後還願意去追尋的時候 其實只要你有這兩點就是青春了 因為我認為青春其實就是一個 你不在乎很多風險 你願意去大的嘗試的時候 等到我們變得越來越大 越來越老的時候 其實就好像會開始擔心很多很多的事情 然後你忘記了當初一心只想要追隨 甚至是更願意改變的那個瞬間 所以我認為青春是這個樣子 多跟自己相處一些 然後也多認識自己一些